待在家里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用烤箱来做这个烤牛排 还有烤鸡翅吧 鸡翅都是已经滑了口子的 然后这样子可以更加的入味 先放上蒜跟姜 放一勺生抽 放两勺料酒 放一勺麻油 一点点老抽这样子颜色会比较好看 放一点点盐 放一点点糖 当然也可以放点蚝油 但是我们家没有蚝油 再放一点胡椒 搅拌 然后放置腌制大概15-20分钟 牛排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胡椒 加一点点料酒 现在我用这个黄油 把这个托板上的锡纸上面去 轻轻的抹上一层黄油 这样之后我们去烤牛排和鸡翅 希望它不会粘住 我再抹上一层黄油 这黄油很香 放到烤箱里面 开始烤了 哇 还有一小会儿那个鸡翅就烤出来了 然后我会拿其中的一半来尝试一下 先沾面粉 然后再沾鸡蛋液 再沾这个面包糠 再放进烤炉里面再烤一次 看看它能不能烤出那种就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的鸡翅 我也是第一次烤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哇塞 现在这个里面烤的滋滋毛油 看 天呐 是不是很有食欲的感觉 因为懒 直接就用筷子吃了 哈哈哈 嗯 还蛮有嚼劲的 但是 嗯 我觉得还是煎的比较好吃 因为烤的这个肉 它会比较的 硬 然后没有什么汁水 你看 咬都咬不动 嗯 都还蛮好吃的 然后刚刚我们的那个 有一些蒜 有一些汁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等一下试一下 把那个牛肉沾这个汁 看好不好吃 来 这样一小块 沾一点这个汁 沾一点蒜 你看好不好吃 嗯 会好吃一点 但是会很腻 因为那个汁是有很多 所以就会比较腻 嗯 还是建议大家好的牛排拿来煎吧 比较 不会爆甜甜味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把鸡翅拿出来 然后把其中的一半 按照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顺序做好 现在把这个不沾面粉的 先放在新的锡纸上 那这边的鸡翅呢 我们先沾面粉 然后再沾鸡蛋 鸡蛋液 然后沾上面包 他说不能浪费面包糠 所以就变成了 这样子 哇 你看 现在这个面包糠上也是 黄金闪闪的感觉 然后那个没有面包糠的 就是 很多 油在滋滋的往外冒 看着都非常的好吃 好期待哦 虽然用的是白面包糠 它不是那种金黄金黄色的 但是还是很期待 哇 哇塞 我怎么觉得没有面包糠的 会更好吃呢 再看一下 啊 这个看着好香哦 就出炉了 哇塞 我来尝一下 迫不及待想要吃 先吃这个没有面包糠的 看着 嗯 好好吃 它是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烤鸡吃的那个味道 咸香咸香的 因为这个我没有放太多糖嘛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说 多放点辣椒的话 会更好吃 好香 哦烫 有点烫 妈妈也在吃 我们家果味也在吃 哦好好吃 那我觉得这两个还是要分开烤 因为如果是面包糠的话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烤鸡吃来讲呢 嗯 它有可能里面的那种鸡的那个汁 就会比较的少 然后你吃一下会相对来讲 会稍微有点干 嗯 嗯 来尝一下这个面包糠的 长什么样子呢 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好怕烫 嗯 嗯这个好吃 而且它那个面包糠是脆脆的 嗯 然后它里面的鸡肉 它面包糠的比较好吃 它面包糠的比较好吃 它里面鸡肉的话呢 就还保留着那个 鸡的那个汁爽 啊好烫 这个样子的 嗯 太满足了 里面的鸡肉 你看那个汁爽 你给我盐放少了 嗯 嗯 下次 鸡翅可能 再腌久一点 会更入碗 嗯 好 好好吃啊 我已经长胖了 在家里面 现在继续在做好吃的 继续吃的话 我觉得我会更胖 怎么办 好了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拜拜